中国和平太久了 久到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战争应该是讲道理的 是有规则的 是应该在国际法的框架上进行 并且尽可能避免对平民产生影响 然而以色列用他们在加沙地区的行动 给中国人一个大嘴巴子 然后恶狠狠的告诉我们 这才是战争 屠杀攻击平民无所不用其极 那当然除了这些事情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宣传上的武器 我们可以看一张照片 照片中一个以色列人正面带微笑的 像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喂水 乍一看这简直就是一只文明之诗 然而在这张照片拍摄完之后 以色列士兵就开枪射杀了老人 这件事情发生在2014年 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觉得 这个照片可以很好的宣传 以色列国防军的形象 然而谁能想到 有一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拍下了后续以色列国防军 在老太太喝完水之后 将其处决的画面 然后在这场战争之中 以色列又恶人先告状 污蔑哈马斯对婴儿情屠杀 甚至还拿出所谓的照片证据 给示人观看 若非是后续有人用技术手段 还原了以色列所谓的 哈马斯屠杀婴儿的照片 发现这些照片全都是AI合成的 恐怕屠杀婴儿这个大国呀 哈马斯得背得结结实实的 除了上面两条之外 以色列最为恶毒的一个手段 也是目前在中国互联网上 用的最成功的一个手段 就是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拆分开 把巴以冲突 偷换概念成哈以冲突 挑拨以色列人想让哈马斯 和以色列的关系区分开 但事实上哈马斯就是在美国 公正下选出来的巴勒斯坦 执政机构 以色列的这一行为 就是在将巴勒斯坦的自救行动 殴灭为恐怖行径 甚至哪怕是现在 还有人会反驳我说 你可以支持巴勒斯坦 但你不能支持哈马斯 上面的这些手段 看似非常新鲜 但如果我们追溯自己的历史 就会发现这些手段 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都用过 听说第一个 制造军队亲善假象 我们可以翻翻历史 找到日本人到底有多么会颠倒黑白 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凶残本相 拍摄了多少张亲善的照片 最经典的几张摆拍 包括日本士兵被老太太过桥 日本士兵给小孩分发食物 日本士兵抱着孩子合照等等等等 以至于之前有一段时间 真的有很多人相信 日本兵这么亲善 杀害中国人的只是一条部分而已 第二个手段 恶人先告状 不管是918还是77 乃至于后来上海的813 日本人的借口都是中国袭击了日本的军官或士兵 然后对中国进行超能界性战争 但事实到底是如何 我们非常清楚 日本人就是包桑获钦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解释 奈何外国人就真相信那么一条 通过日本的舆论操作 当时西方媒体竟然真的一度认为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 最后那个把巴勒斯坦和哈马斯区分开的言论 日本人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干了 当时他们打的旗号是清政府 欺压平民 他们要把中国人从满族的残暴统治中解放出来 以至于日本在刚救台湾的时候 当地老百姓真的在欢迎他们 后来抗日战争中 他们又把国民党和中国强行拆分 到处宣扬蒋介石腐败 希望号召中国人能帮日本人翻蒋 而现在 以色列把哈马斯抹黑成恐怖分子 大谈哈马斯领导人腐败 对他们为了争取巴勒斯坦独立 已经牺牲一茬又一茬的事情 只字不提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把他们和巴勒斯坦已经拆分这种行为 简直和当年日本人的手段如出一辙 除了这些手段 还有什么以色列地形地点和日本开拓团 以色列的加沙围墙和日本的球龙战兽 等等这些手段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最近还爆出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区 偷放细菌和病毒制造瘟疫的事情 知道我想起来什么了吗 731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多都在支持巴勒斯坦独他 因为以色列简直就是把当年抗战时期 日本人做过的事情又都做了一面